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 这里是东学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唐诗三百首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一首五言绝句 这也是我们列在五言绝句单元里面的最后一首诗歌 接下来呢,我们再讲八首,形式上是五言绝句 但它列为乐府的诗歌,就会进入七言绝句 唐诗三百首里面的最后一个诗歌了 那么在五言绝句的最后一首诗歌 我们来看到这个作者啊,在书的第303页 这个作者写的叫西比人 注意,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只是我们的一个范称 所谓的西比人是什么意思 大家可能在想,这个没见过的作者,为什么没给我们介绍啊 实际上西比就是指我国西部的边疆 西比人呢,就是我国西部边疆的不知道是谁的一个无名无姓的人 所以这个西比人实际上就相当于无名士 就相当于作者不详 他只是流传在我国西部边疆的一首歌谣 但是具体的作者已经查无此人,不知道是谁了 所以我们历朝历代在写这首诗的作者的时候 只好把它写成西比人 意思就是西部边疆的某个人 至于是谁,已经不知道了 他连他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但是又因为这首作品非常的快智人口 所以唐诗三百首里面还是把它选录了进来 这首作品的名字叫歌书歌 看名字就知道这是在歌颂一个人 这个歌书是谁呢 在注释一里面写了 这是圣唐时期的一位大将军叫歌书汉 歌书是他的姓 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武将 只不过是在唐代做官 并且给唐玄宗时期立下了很多汉马功劳 那么当时他曾经在甘肃的边疆 做过守备的将军 然后因为当时吐蕃已经开始逐渐的侵犯我们的内地了 然后这个时候歌书汉在镇守当地的时候 大败吐蕃 就保卫了一方安宁 所以西部边疆的人民群众 就做了这首歌谣来怀念和歌颂它 所以这首歌谣就流传到今天被称之为叫歌书歌 所以他的作者才被写成了叫西比仁 那么这首歌书歌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看它是如何歌颂歌书汉的 北斗七星高 歌书夜带刀 至今窥木马 不敢过临头 好这首诗歌啊 注意这个字的读音是临头 临头呢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地名 在今天的甘肃省 那么这个地方有什么特殊呢 我们的注解里头没有写的太清楚啊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就临头这个地方啊 它在甘肃省 它是当年秦始皇开始修筑长城时候的西边的起点 说白了啊 长城的起点那也就是汉人和少数民族的分界点 这也就是我们跟少数民族的边疆 所以在这首诗里面 临头指的就是土博和唐朝的这个边界线 那么我们注意 开头一句看起来有点没头没尾的 你明明是要写歌书汉 是吧 为什么要从北斗七星开始写起呢 实际上这个地方的北斗七星 在我们的这个注解里头也说到了 古人用它来比喻这个君主或者是威望很高的人 为什么 因为北斗七星在古代没有指南针 没有方向移的这个时期里头 它是古代人用来指示各种时间和方位的 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物 因为在天空中它非常的明亮 而且北斗七星在不同的季节 它是指不同的方向 顺着北斗七星还可以找到北极星 北极星就一定在北方 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理由 从古到今 古人们都一直仰望着这个北斗七星 而且我们又知道这个北斗七星 看起来形状很特别又很明亮 所以古人就认为这个北斗七星很神圣 所以开头的这一句北斗七星膏 是用北斗七星来比喻歌书汉的 那么比喻歌书汉 那我们只能地上的人 只能仰望着这个北斗七星高高的挂在天上 就比喻我们去仰望和尊敬歌书汉的 这样的一种心情 所以北斗七星膏 千万不能把它单纯的当作是斜景 实际上它带有一点我们诗经里面的起星的这个感觉 那就是复比星的起星 就是既是用北斗七星来比歌书汉 又是引起一个话头 然后第二句就顺着这个北斗七星谈到了歌书叶带刀 那北斗七星膏和歌书叶带刀表面上的联系是在这个叶字上 就是半夜了这个歌书汉还带着刀在边境上巡逻 那怪不得吐蜂的这些敌人就不敢来侵犯了 对吧 然后又因为是在夜里 那北斗七星呢自然就高高的挂在天上 这是字面上的理解 实际上这两句放在一起 还会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就是歌书叶带刀这样的一个景象 就仿佛北斗七星高一样 值得我们去景仰尊敬 这两句之间这样一摆 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解读和理解的空间 我们想怎么理解 想怎么觉得 就可以怎么觉得 只是这两句放在一起的艺术效果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歌书叶带刀这五个字就是对歌书汉这个将军形象的正面描写 而北斗七星呢是一个类比一个比喻 那么歌书叶带刀 我们想象一下叶里面依然带刀巡逻 是不是又威武又警惕又有智慧 所以这五个字就已经给我们体现出了歌书汉的英雄气概 但是三四两句呢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正面描写 接着写这个歌书汉多么的英勇多么的威武 他又转用了敌人的角度 说白了就是用侧面烘托的角度来写 叫至今窥木马不敢过临陶 到今天可能歌书汉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但是我们来看这个少数民族也就是吐蕃的人依然还不敢侵犯我们的边界 就可以想象歌书汉在他们心里面留下了多么大的威名 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阴影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窥木马呢 我们的注解里面也有解释 这个窥就是偷偷的看 这个木马呀 我们注解里头把它解释成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木马截履 后来就用来说它侵犯边疆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解释的有点过了 这个地方的木马呀 我们应该还是把它按照本意来理解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我放木马匹的时候 我都不敢越过边境 那何谈侵略呢 对吧 那如果把木马理解成了侵略 至今我们偷看这些少数民族来侵略的部队 还是不敢越过边境线 那你这还叫侵略吗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说的有点不通 而且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什么 就是这两句话实际上还带点典故的 所以我们怀疑说这两句可能经过了后人的修饰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在汉代的时候 有一个大文学家叫贾义 贾义有一篇文章叫过秦论 过秦论里面写啊 秦始皇派这个蒙田北驻长城攻击匈奴 结果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叫胡人不敢南下而木马 就是把匈奴打的呀 他连南下木马都不敢了 用来形容这个秦始皇建立的这个帝国 对少数民族的威慑力 所以胡人不敢南下而木马 就是这两句至今亏木马 不敢过临陶的出处 这两句还是暗用了一个典故 是话用这个意思 就是胡人的普通人啊 少数民族的这些普通民众 他们在放木的时候 都不敢跑到边境上来 这是他的一个大致意思 并不是把这个木马 就当作是来侵略了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 非要把它理解成侵略 至今我偷看那些放木的少数民族 他们都不敢越过临头的边境线 就可以了 用来形容格树汉 所以这里面关于木马的理解 我们没有必要一定像注解理解的一样 这么具体 一定是少数民族的侵略 大军压境了 不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日常人的生活中 也可以体现出歌树汉 对他们的遗留的影响 那这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对整首诗歌的一个大致介绍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整首诗歌 北斗七星高 歌书夜带刀 至今亏木马 不敢过临头 时间关系 本期节目就先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我看下期节目的节目 我看下期节目的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